最嚴重的一個城市 我們擁有全台灣最嚴重的重工業污染 那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們知道高雄的綠地 甚至公園 甚至行道處 一直一直不斷的被粗暴的對待 那其實市政府 認知到高雄市 市重工業城市的時候 應該是致力於 減少我們的這些各種排放量的減少 而不是 但是它卻相反的 它在公園維護上 卻是用很粗暴的手段 來對待我們市民朋友擁有的綠地空間 在這種前提之下 其實對市民 對我們所謂的親子 老人也好 都是非常不好的影響 那我們知道說 久而久之 高雄市的空氣 會因此更惡化 那其實 我們市政府應該立即停止這些不大的公園改造工程 然後呢 開始跟市民朋友重新討論跟規劃我們的公園要怎麼樣的改建 而不是粗暴的一次性的全部草皮化水泥化 我們知道親子共學團的媽媽也好 公園的使用者也好 他們對公園有不同多元的想像 不再只是粗暴的對待 斷頭式修剪 移除大樹 然後草皮化水泥化塑膠化 這種只會讓我們市民朋友對市政府更無法信賴 對